來看劉江宜是無分 江宜市政府以及江宜的檢室 在農列八月設立 聖鳳雅雅旋祖團 六輩大隊 手提到荒溢酸的旗子 跟江宜聖鳳廟出順的隊伍頂頭 典開聖鳳雅旋駐路境 孤獨立北八世安 記號要經進步 在聖鳳雅的競爭之下 典現荒溢酸的決心 守候台灣的民族隔壇 亞保比駐路八世 可以安紀六頁 主要匯大隊由江宜聖鳳雅 蓋地鑑室當年 一關讓孜鑼組織 手提荒溢酸的旗子 殺到玩法弄權 貪賬王法 行賄買官 執法犯法占領白 跟出生對我作為優勢 蓋地鑑宜 競爭很多民眾為官 先為今年該勝負亞孫的另外一個重點 蓋地鑑室表示 這次荒溢酸華東 特別結合2020年總統立委選舉 由政府機關帶頭 這會查會算 翻會算 沒有人想在選舉機關買票的人有機會 當然好民眾 不要做壞事的行為 為了讓嘉義地區有一個乾淨的選風 那我們特別結合我們嘉義市最重要的一個城隍遶境 這樣一個活動 那配合結合我們的反會選的這樣一個活動 希望能夠讓我們反會選的這個觀念 能夠升值民心 那雖然我們在去年九合一選舉 嘉義地區有這個非常好的一個查會的成績 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這可能也顯示我們的選風啊 那有加強改善的必要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結合這一次民俗宗教活動的這樣一個機會啊 能夠跟民眾啊 那宣達我們反會選的決心 按查會的決心 總統副總統選舉以及立委的選舉 我們要呼籲大家 民主的制度裡面 我們更需要就是公平公正一個好的選舉 出來的人選 未來國家才能政治更為親民 所以我們在這裡也一起來宣導反會選 更重要的 我們也做了更大的宣示 要告訴大家 我們一定要認真努力 告訴大家每一個人都要執行到底 讓每一個人我們做好了以後 民主的嘉義 民主的台灣 才能夠達到民主真正的精神 在亞生團隊一起反會選頂後期哦 由市長的民意 新宏廟黨首長蘭英川 法務部政府處長蔡美仲 頂老的創業之下 這會在新宏延情更前 更換人人反會選 該保平安的靠何之下 這會選擇共同反會選的國心 聲音上丟臉 王小山改的七彩虹報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